山陀台风为高雄骑径这边带来严重的灾情 三天新闻团队独家带您直击在骑径旗下下这边 有什么样严重的灾损 可以看到现在地板上都是满满的 都是这个铁皮的残骸 那这个铁皮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就是可以看到上面 原本它这个水塔上面有一个铁皮的屋顶 但是昨天因为不敌强风吹袭 有整个被吹倒到了旁边的地上 不止这边有呢 你知道还有旁边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铁皮的屋顶是被吹到很远的地方 到了旁边这个天凤宫的上面 这一片就是原本应该要在水塔上面的这个铁皮屋顶 却直接种撒在这个天凤宫的上面 那这个强大的威力到底是有多重呢 其实也把旁边一般原本有这个铁的栏杆 直接硬生的折断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飞到底有多远 到底有多重 而且不止这边 其实我们再走过来旁边看 其实这边呢 也到处都是铁皮的残骸灾情 真的是相当的严重 它也甚至呢 是直接砸在了旁边停放的汽车上面 可以看到汽车的板筋呢 整个凹了一个大洞 不止凹了洞 上面甚至都还有一些 这个败刮伤的痕迹哦 车主稍早就很无奈的表示说 这个修复大概至少要有五万元哦 不过我们也持续带您关心到 其实这个屋顶砸在天峰宫上面哦 身为天峰宫的庙方义工哦 其实也真的是非常无奈 那我们来访问一下庙方哦 大姐想问一下说 你今天大概是几点来到这边哦 看到这样子的情绪 我大概就今天比较晚来 今天五点 差不多五六分比较过来 不过我本来都四点 不过来逛逛逛逛 我都议工的 那我现在比较年约 比较早就比较牛 我不敢来 掌风头我不敢来 还还不敢来 我就來到了 看著來說 白色都老著說 一間沒有看著 不知道要再一次 對不對 所以看到今天也很辛苦 這是幾百年在幽來的 中山大社的校長毛 那種高雄毛來學歷書去 師傅你今天四、五點來到這裡 看到現在 對 只看裡面而已 在門口這裡都不停 有些黑梯什麼 我就先把我幫我幫你 那這要怎麼看 這就是他們的主人 自己來看那條車來調 還是怎麼樣 這就這樣 那第一次都到這種台車 沒有啊 像我八十幾歲 我都站進去基金 我沒有進去 我們以前小時候 我們都不害 那風台也沒有進去 一次在這裡 那長有怕 你長我沒怕到 我要出來要來這裡 我現在就在海岸路上 要出來要來 我媳婦告訴我 要風頭人在裡面 那邊還要出 我就看這間廟 就說沒有再來看看 這裡還有五點五點 來看看 好 謝謝 謝謝大姐 你已經會促進 老師可以聽到其實大姐 稍早也是心有感觸 哽咽地表示說 沒想到自己住了幾十年的家園 會變成這樣子 甚至看到廟變成這樣 真的是也很不捨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後面 其實非常多的擋浴板 擋風板 都甚至被風吹到破裂 其實這邊的家園 真的是滿目瘡痢 所以住戶們 現在也是希望說 政府可以趕快來幫幫忙 或者是說趕快來清理家園 希望可以盡早恢復正常生活 那上次現場最新 先把時間鏡頭 好 教授彭麗 除此之外 許多道路其實都受到影響 很多道路的路數 幾乎都是倒一整排的 也因此其實車輛 都是沒有辦法通過的 還有其他很多停在路邊的車子 也受到遭殃 就是路數直接倒在 車子上面的狀況也是非常多的 其實根據高雄市的防災中心 截止至凌晨3點的時候 通報災情的數量 路數已經有倒了2089顆 而招牌倒掉有375件 可以看到其實這個數量 都是非常龐大的 就在高雄市區 而也因為其實這個路數倒整排 實在是非常影響到交通的 所以今天早上之後 環保局人員也要緊急來搶兇 不過在這之前就是避免說 這個車子行駛的時候會有問題 有狀況發生 所以其實警察也是從昨天晚上 就在這邊介護了 但也就是讓這個車子 或者是機車可以走到另外一道 因為現在其實這個地方 本來是一個六線道的 但是三線道已經先封起來了 本來這個車道 兩邊是沒有辦法通行的 因為都有路數倒塌 所以警方其實他們是緊急 採用一個調波車道的方式 先讓這個一邊的車道 可以能夠讓這個車輛都通行 那可以再看到我這邊呢 其實這個樹木實在是倒的 都真的非常的誇張 也因此其實今天早上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緊急來搶修這些道路 還有樹木把這些東西都清掉 來讓這些高雄市民能夠正常的通行 那目前是最新情形 把鏡頭交還給棚內 而在強風試念下 昨天高雄各地傳出了不少車輛 遭雜的災情 讓車主遇庫無類 也有人感嘆車子才剛買一年多 那也有人慶幸說還好車沒有停在被砸的地方 才逃過一劫 太扯了 我都真的不能停那邊 信號沒有停 你看全毀了 停車場內十幾輛車被一塊從天而降的大型鐵皮砸得稀爛 民眾錄下影片直呼真的好險沒有停在那 車主冒著風雨撐著傘 檢查自己愛車的狀況 這一幕真的好心疼 實際走進停車場 場內的車輛全被鐵皮砸得 凹陷變形 現場碎片滿地滿目瘡移 而因為颱風天車輛被砸毀的 還不止這一樁 一台車子當時是停在自己家的棋樓 沒想到呢 突然有一塊的這個鋼架呢 是直接狠狠地插進到擋風玻璃 位在高雄前鎮區一輛進口白色休旅車 停在自家棋樓 卻被強風吹來的陰架很雜擋風玻璃 可以看到整塊玻璃碎成蜘蛛網狀 座艙內滿是玻璃碎片 所幸當時駕駛沒在車上 才沒有造成更嚴重的意外 我一下就看到啊 慘了 就已經被弄成這樣了 鏡頭來到高雄市區 可以看到一輛銀色轎車 被一顆大樹從中間大力砸下去 不僅車頂嚴重凹陷變形 就連車門都快開不了 車主受訪時無奈苦笑 才買了一年多的車子 如今被砸毀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山陀兒颱風強勢直撲南台灣 對於這些車主來說 愛車遭到砸毀 恐怕將成為讓他們難以忘記的 颱風情魂記